大家好,我是摩摩 今天呢,是摩摩的游戏有声书时间 要来跟大家讲讲 我们上次玩的那款很猎奇的秘密逃脱游戏 Rossi Lake 绣湖的世界观 首先呢,Rossi Lake 绣湖 就是生产这系列游戏的游戏制作室的名字 也是这系列游戏中虚拟世界观的主题 分成了Cube Escape 和Rossi Lake 两个病例的系列 首先呢,是在行动装置商店中可以免费下载 也比较早推出的Cube Escape 方块逃脱的系列 这个系列中呢,有Seasons 四季 The Lake 湖水 Arless 阿尔勒 Harvey's Box Harvey的箱子 Case 23 23号事件 The Meal 魔方 Birthday 生日 The Theater 剧院 以及最后一个The Cave 洞穴的九个系列 并且呢,还没有完结 这些游戏呢,照顺序玩下来 会构成一个有点不太容易理解的故事和世界观 但是呢,应该等到完结的时候就可以全部了解了 至于结合了游戏制作商名称的Rossi Lake系列 则只有两款游戏 分别是Hotel的旅馆和Roots根源 这两个游戏的故事呢,和Cube Escape是关联的 而其中呢,Hotel的故事线是接在Cube Escape的Mil魔方的后面 Rossi呢,则是出现在的Cave的洞穴 这个最后一个游戏的前面 很神奇的是,大家在玩的时候呢 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游戏到底是想要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并且呢,即使是现在你把所有的游戏串起来 可能如果不多去做思考的话 也会觉得它有在说故事吗 可是事实上呢,如果你应用一下你的想象力 将这其中所出现的人物,还有他所说的话 跟其中的所有线索都串起来的话 就可以发现呢,其实呢 他们所有的人物都在跟你讲的是同一个的故事 秀湖这款游戏围绕着方块这个主题 方块系列呢,刚才提到总共有九个游戏 在The Mil魔方系列里 玩家呢,会用一个奇怪的机器 将人的记忆抽出来制作成方块 而方块呢,则有黑色和白色两种 首先白色方块呢,是透过美好的记忆被抽出来做成的 至于黑色方块呢,则是抽出了人的可怕记忆做成的 那被抽出了可怕记忆制造出黑色方块的尸体呢 就会被污染成黑色的 并且呢,会变成所谓的被污染的灵魂 如果你有玩游戏的话,看到里面会出现的一个黑影 每一个游戏都有 那个黑影就是所谓的被污染的灵魂 除了白色和黑色的方块之外 我们还会看到蓝色的方块 在蓝色方块这个部分呢 我们玩Seasons四季的游戏中 会发现冬季的拼图 拼出来之后呢,会是一个设计图 这个设计图呢,就是蓝色方块的设计图 也就是说呢,跟前面白色和黑色的方块不一样 蓝色的方块呢,不是从人类大脑记忆抽出来的 而是利用人工去制造的 具体的部分呢,玩游戏的时候 就会理解它是怎么被造出来的咯 至于在游戏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黑影人 对我们说,你的记忆现在属于湖水了 这个部分呢,在你玩Hotels部分游戏的时候呢 结尾的猫头鹰先生,他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要不断地进化Rossi Lake绣湖 把被污染的灵魂给消灭掉 那么按照猫头鹰先生的说法呢 其实他们是来管理这个Rossi Lake绣湖里面的白色方块 也就是美好记忆的 但是呢,因为有被污染的灵魂进到里面了 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去进化它 在游戏之中出现的R-less阿尔勒的部分呢 乍看之下呢,和其他方块逃脱的游戏是没有什么关联性 故事不连结,那其中的部分也都没有什么相关 甚至呢,整部游戏的内容都在讲范古的故事 不过呢,仔细调查一下 其实他们也是有所谓的关联在之中的 首先,范古呢,是荷兰出生的画家 那么刚才提到的制作Rossi Lake的公司 也就是那个游戏制作室呢 他们就是来自荷兰 因此这款游戏在这里出现了范古 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致敬的意义 至于在阿尔勒的游戏中呢 放入了许多范古的作品 并且游戏中房间的配置 更是参考了范古的名作 在阿尔勒的卧室来设计的 在23号事件这款游戏中呢 我们会在玩的过程中看到三幅画 作为承载那个黑色方块的载具 首先呢,你会移动到一个教堂里头 就会看到有几个方块的解谜图 分别呢,是三幅非常有名的画 第一幅是牧羊人的崇拜 第二幅是婴孩被杀日 最后一个呢,则是杀了美 接收施洗约翰的头 我们会把英文的名字 放在这个影片的下面 大家可以去对照 那么这三幅画呢 是基督宗教里相当重要的故事 延伸出来的 首先牧羊人的崇拜 描述的是耶稣的诞生 画的是接受天使报喜 而崇拜的牧羊人 婴孩被杀日则是讲述 西律王在位的时候 听取了东方三博士的预言 因为东方三博士说 将来将会诞生一个王 因此西律王生怕 自己的位子被夺走 就命令属下将城中 两岁以下的男孩子 通通杀光光 所以也就是屠杀婴儿的血腥历史 最后一章 杀了美接收施洗约翰的头 则也是和西律王有关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讲的是西律王 因为爱上了自己兄弟的太太 西罗底 一心一意想要和他结婚 那么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无法被接受的 而当时呢 施洗约翰也非常的反对 后来西律和西罗底结婚之后 他们就一直对当初反对 这件事的施洗约翰 怀恨在心 可是西律王呢 因为施洗约翰在当时老百姓中呢 声望相当高 因此也不敢随随便便的把他杀掉 所以后来西罗底就看中了这一点 他便教导他的女儿 长大了以后呢 就在西律王的生日宴会上表演了一支 极尽诱惑之能事的舞蹈 西律王看过舞蹈之后觉得非常的满意 于是他就跟沙罗美说 你愿意向我求什么 我都给你 但是呢 当时西罗底早就交代过他的女儿 要跟西律王说他要施洗约翰的人头 于是在西罗底跟沙罗美的计划之下 他们终于得到了施洗约翰的人头 也就成为了这一幅画 沙罗美接收施洗约翰的头 那么这三幅画呢 在这个游戏中呢 其实都被换成了方块的载具哦 分别是马草里的耶稣 坐在高位上的西律王 还有沙罗美所捧的施洗约翰的头 都在这里被换成了方块 在剧场系列中呢 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看不懂的文字 其实那个就是印度的泛语 这个文字的内容呢 分别翻译为天道 阿修罗道 人间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那这六道呢 就是佛教轮回思想里面的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从游戏中这几个画像知道呢 第一个黑目指的是天道 这个天道仔细看的话呢 其实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游戏中的重要人物 德尔刑警 那么他是因为对于游戏相当应该是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才会被放到那个位置的 我们在后面的游戏中也会继续的玩到 至于第二个呢 是金法女子 他代表的是人道 第三个乌鸦先生代表的是半人半神的阿修罗 第四个则是鱼 代表的畜生道 第五个森林是地狱道 第六个呢 被污染的灵魂指的是恶鬼道 这个部分呢 森林为什么是地狱道呢 因为Rossi Lake的旅馆系列呢 我们可以在里头看到 那个旅馆的下面其实是一个森林 而那个森林呢 就是一个地狱 所以在湖水的底下管理那些方块的人就是阿修罗 而游戏呢 刻意透过搭配六道轮回来呈现游戏中一直出现的一个概念 就是死亡并不是结束 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一个调酒和彩蛋的部分 首先呢 是我们在剧场系列中一直会进行到的调酒的问题 那么游戏中出现的调酒呢 其实都和通关有关系 我们有调配一个罗斯起子鸡尾酒 还有一个哈维撞墙鸡尾酒 这两个酒呢 都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都是用柳橙汁制作 而在游戏中呢 你要透过把这两个酒调配出来拿道具 比如说让游戏中的德尔警官和罗斯起子鸡尾酒之后 他就会吐出道具罗斯起子 而至于他喝了哈维撞墙 他就会一直撞桌子 而你就可以在他撞桌子的时候得到更多的线索 至于彩蛋的部分呢 我们在这边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彩蛋 制作完两种鸡尾酒之后呢 会发现我们并没有用通宁水和勤酒 我们放两次通宁水 两次勤酒后 再拿给坐在椅子上的德尔警官 那么在剧场演出结束之后呢 他就会去厕所 接下来我们可以透过他离开的时候呢 看到位置上面有三个杯垫 看到杯垫的指示之后呢 再回到钢琴的前面去弹奏曲子的话 鹦鹉哈维就会从钢琴中冒出来 如果你不记得哈维是谁的话 在我们上一个实况游戏的影片中 里头有一只被大家杀死的鸟 那只就是哈维 所以呢哈维接下来 他冒出来之后就会唱了一首 艾格蒙特序曲给你 然后呢再给你一封信 点开信后呢就会跳出一个网站 是制作人游戏制作人办的小活动 那你可以透过他们办的活动参加抽奖 并得到开发商送的秀湖系列的卡片 透过今天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Rossie Lake背后的故事 之后在玩游戏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理解 我们未来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Rossie Lake的实况影片 那么某某的有声书时间就在这边结束 以后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和游戏有关的故事 大家下次再见咯